MTV 新歌單 Let's go Hello MTV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 Ariel 蔡培萱 歡迎收看今天的 MTV 新歌單 今天我要介紹的主題歌單就是 最強姻緣霸王的歌單啦 那麼第一首歌曲我要來介紹的就是 我的最新單曲回不去的海 這首歌對我來講意義非凡 因為它講述的是小女人的愛情故事 那麼因為我本身名字就叫做 Ariel 然後我從小就非常喜歡小美人魚 我當時是看了小美人魚的動畫 我才毅然決然跟我媽媽講說 我一定要把我的名字改成Ariel 所以後來在創作的路上 常常會加入這些小美人魚的元素 然後也希望這首歌能夠激勵到你 能夠勇敢去愛 但也勇敢失去愛 那它同時也是我的師兄張立昂主演的 舞相劇浪漫書餅的插曲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就是聽這首 回不去的海 來 讓你為了離開 擁抱為了放開 微笑難滴笑掉一點心酸 我消失再回不去的海 我能勇敢去愛 也敢轉身忘懷 愛 心思才能重來 愛 歡迎回到MTV新歌單 我是Ariel財培萱 我們又要來回到我們的最強音源霸板的主題歌單介紹啦 那麼現在第二首歌我要介紹的就是 周星哲的《怎麼了》 那挑選這首歌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翻唱過 然後也恭喜我的師兄周星哲他剛在高雄巨蛋辦完演唱會 那我很喜歡這首歌因為它是非常抒情的一首情歌 但它又加入了一些電子鼓的元素 所以我第一次聽到就覺得 怎麼那麼好聽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來一點點小福利現場 清唱一下 配鋼琴唱一下好了 原來我們都一樣頑固 怎麼會誰都折扣不提要幸福 再也不能牽著你走未來每一步 我們懷念什麼 失去愛那一刻 才曉得 我們就趕快來聽這一首《怎麼了》 怎麼能輕易說要結束 怎麼能說要結束 怎麼會讓你抱著我哭 太努力的我們最後用力給祝福 怎麼看你笑著 我卻心如大哥 歡迎回到MTV新歌單 我是Ariel 財培萱 剛剛介紹完了周星哲的《怎麼了》 現在來介紹我自己也非常愛的一首歌 叫做《突然好想你》 也就是亞洲天團五月天的經典創作 那其實這首歌我才剛在8月27號演唱會 最後一首歌就是唱這一首 然後很多人那時候都問我說 為什麼要選這一首歌 因為對我來說 當時我在高中在加拿大讀書的時候 我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默默的流淚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想念台灣 或者是剛好那時候你知道青春期嗎 青春期的少女 所以對我來講這首歌就是 是一個非常 每次想起我都會覺得很有情緒 很有畫面的一首歌 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歡 那我們就一起來聽這首 《突然好想你》 Go 《突然好想你》 《你會在哪裡》 《過得快樂或委屈》 《突然好想你》 《突然鋒利的回憶》 《突然模糊的前景》 歡迎回到MTV新歌單 我是Ariel 蔡培萱 接下來要介紹這首歌曲 不得了了 它是詹姆鄧子綺的《光顏之外》 那麼它也是同時第一首歌在YouTube 破兩億的華語歌曲 真的是非常的不得了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有翻唱過 它的這首《光顏之外》 目前在YouTube上面也有破870萬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聽過的話 趕快去聽我們兩個人的不同版本 我當時演唱的是是比較抒情鋼琴療癒版本 那麼GEM鄧子綺一直是我非常欣賞的一位歌手 非常有舞台魅力又很會創作的 就是是我的偶像 所以現在我想說就來現場 稍微彈唱一小段《光顏之外》 我沒想到為了你我能瘋狂的 我沒想到為了你我能瘋狂的 山崩海上沒有你根本不想到 我的大腦為了你已經瘋狂的 脈搏心跳沒有你根本不重要 我沒想到 完整版趕快我們現在就來聽這首《光顏之外》 也許未來遙遠在光顏之外 我願意守候位置裡為你等待 我沒想到 為了你我能瘋狂的 山崩海上沒有你根本不想到 我的大腦為了你已經瘋狂的 脈搏心跳沒有你根本不重要 歡迎回到MTV新歌單 我是Ariel 財培軒 即將要來到我們推薦的最後一首歌 的時間過得非常快 那這一首壓軸的歌曲就叫做 《記得捨不得》 也是我自己的創作 也是浪漫輸給你這個偶像劇的 那這首歌曲印象很深刻的是 當時我們就是想說要寫一個 有一點難過 但是不要讓你一聽的時候 就覺得我要馬上掉淚 但是會越聽越心酸的一首情歌 所以這首歌就這樣誕生 然後也非常開心也榮幸 這首歌也被挑為這個 霸道總裁偶像劇 浪漫輸給你的片頭曲 那我自己因為這首歌 就是當了片頭曲 所以我也自己開始瘋狂的追劇 變成了追劇的少女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子的 你知道追劇少女時光 所以大家可以聽這首歌 也可以去追這部劇 那我們就來聽一下這首 記得捨不得 讓回憶會有幸福那天 我微笑用微笑堅持笑著和你說再見 我記得捨不得 我記得捨不得 你要的幸福 我被懲絕 忍不住眼淚 就會後悔 失去愛的你 有可能不心碎 全過身 微笑著流淚 歡迎回到MTV新歌單 我是Ariel 蔡佩萱 以上就是為大家今天介紹的最強音源霸寶的歌單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麼如果你想要追蹤我更多的訊息 你可以上我的社群社群 我的Facebook IG 跟 YouTube 大家都可以去追蹤跟訂閱 然後我的最新最新也是首張個人專輯 Ariel 已經正式上線了 那請大家也再多多支持 都在數位平台上面都可以收聽跟下載收藏喔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 掰掰